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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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回,毛先生讲廉溪通书,在廉溪通书乘上一,毛先生用一个标题,以成体合适前度,毛先生为何用以成体合适前度作为小标题呢? 为何用一个合适呢?一般我们会用解释分析,而毛先生用一个合适,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心意呢? 我们看下《心体与性体》第一冊,第321页,罗斯坦这样讲, 中国文化生命发展至北宋,以介弘扬如家耐性知学知识, 此为历史运回之自然所逼致者, 因为历史运回之自然地所逼致,故廉溪知学, 需无私诚,而心态相应,出与即合。 这个合,可以解析合符合,因为心态相应,所以一拍即合。 故廉溪知面对典籍,默契道苗,一弱全不费力。 默契道苗,这个赞羽是吾情草劳先生的赞羽来的。 吾情草劳先生是什么人呢? 吾情是生于1249年至1333年, 自幼清,浩草劳,是宋和原之制的学者,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 他生于南宋的末年,自幼充民勤奋好学。 三岁,永吾日发,教知古诗,隋口成众。 五岁,日寿千余言,夜读书自诞。 吾情是朱熙的四传弟子。 在元朝大德末年,徐江西渔学副提举,观至郭子监,汉林学士。 他认为,学必以德性为本,推崇朱熙的甲物诚意之说。 曾经教定黄极经细书,老子庄子,太原经,岳略,八镇图,藏书等。 在元统元年因病逝世,死后郑官为江西行省左城,上护军,追封为临川郡公。 一生教学长达六十余年,徒里满天下,所居草屋数间, 巨夫提药,草劳,故学者称为草劳先生。 巨夫提药,草劳 凭月推崇道ру曲丘编军的ino lou。 《禮禮日經傳》兩卷、《春秋傳言》十二卷、《孝經定本》一卷、《道德真經珠》四卷等。 《禮禧通書以成體合適前度》成是什麼呢? 《禮禧通書》成上第一,成者,聖人之本。 本為什麼呢? 本可以解為本末,根本, 或者我們覺得也不太明白, 如果我們聽別人說賭本,大家就知道了。 聖人之本就是成。 毛先生這樣說,聖人之所以能盡其聖, 也不過成而以。 簡單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根本, 就是本於成。 如果我們想了解聖人是怎樣? 首先我們要了解, 怎樣為之是成。 大學講,所謂成其異者,無自欺啊。 成是聖人的本,也都是聖人的德。 大學講,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之本。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之本。 聖上第一繼續講。 大哉乾緣萬物之此,成之緣也。 大哉乾緣的緣字為什麼呢? 在《心體與聖體》三百二十六頁這樣說。 創造的真基即是緣。 這個緣字是一個價值的觀念。 有創造真基處即是緣。 有真實生命處即是緣。 創造真基即是體即是主。 他創造一切而不依他故是緣。 真實生命是自我作主的生命。 不是依待的。 不是機下的生物生命。 是自然生命。 故他自體獨立即是緣。 交往美食活潛西。 乾緣又為何呢? 《心費與聖體》第326頁繼續說 逆轉即以此創造新機,真實生命名為乾。 乾即是元,故若乾元,乾者天之德,其二為見。 故乾元者即創造聖也,創造即是天,保罪即是地。 聖上第一,繼續說 乾度變化,郭靖聖名,誠思立言。 由乾度變化,郭靖聖名,誠誠思立。 因爲至乾元之成始成終。 成始的成是成就的成。 乾元是成就一個開始,亦都成就一個結終結,而創生。 終成的意思是萬物得到實現。 年雞由此說,誠思立。 萬物得到實現,得到郭靖聖名。 萬物的個體都能夠在他本位裏面發揮他的作用。 就是郭靖聖名。 如果萬物不能夠在他的本位裏面發揮作用,就是不正。 如果只有成始,而不能成終。 這個成是偶然有一個開始。 虎頭蛇味,有始無終。 這樣講,成體就不能夠自立、自見。 就不能立。 成思立言,意思是萬物都是能夠有始有終。 有一個良好的開始,亦都有一個良好的成就以終結。 由此而說,誠思立。 這裏亦都是符合。 這裏亦都是符合, 中庸所說的為天下至成為能化。 成相第一的末段是這樣講。 圓亨,成之通。 通是亨通。 圓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亨內部的亨通。 理證,成之伏。 伏是解立得住的意思。 剛才說,伏即由立而言。 此伏之非直接,是黑己伏禮之伏。 而是由自見自立,而自見其自己。 自見其自己,即伏其自己也。 亦都可以說是成。 無自欺,自己見到自己的真性。 故為成之伏。 剛才是繼續說,有緣,即有亨。 亨者,內通亦。 即生基之不濟。 故於緣亨說,成之通。 而通有定向者為利。 利而有,忠成者為精。 內部亨通,要通向外。 通向外,而有所成,就是利精。 繼續說,精者定也,成也。 成是指成就的成。 成立的成。 故於利精處說成之伏。 成之伏是自見其自己,即伏其自己。 利精為何會變成成之伏呢? 因爲利精是每世世到各個個體都能夠各正性命。 各正性命的意思就是,每個個體都能夠見到其自己。 能夠發揮到自己的本性。 所以說,利精亦都是各正性命之意。 如果不能夠利精,即是有亨而無精。 這個,有亨而無精,精是精定的意思。 精成的意思。 亦都有如,有此而無忠。 無忠,即無成。 有開始而無成。 即是說,好似一些和道。 拆了央有個開始,但是不能夠成為菊粒。 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它的成體是不能夠流行。 無所成,就是成體不能夠流行。 就是不能立。 不能立,就是不能復健其自己。 因為仰苗,始終只是仰苗。 不能夠成為菊粒。 大家有沒有想到,中庸所講的為天下至成為能化。 是一個境界語,還是一個判斷、預測語呢? 如果我們真的不能夠成,是否真的不能夠化肉天地萬物呢? 為天下至成為能化。 由成才可以化肉萬物。 使萬物得到成就。 如果沒有成,萬物都不能夠有所成就。 是否有一個中庸所講法。 說得嚴重來說,是否一個恐嚇呢? 或是一個預測呢? 以下下來,請聽牟先生解說, 亦經亦轉的分別。 大災情人萬物之事。 錢探的親絕。 錢探的親絕。 你們的探絕知道嗎? 錢探的探絕。 錢探的探絕。 錢探的探絕, 探絕。 錢探的探絕。 判斷電視。 它探絕有號。 什麼對象呢? 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到手下。 這四個字。 錢探 UAG那 李 正這四個字。 哇, 這 副 之前 啊, 這 副 там 60 二 仕 值、 還有 IES 值全部放下。 ?」 這支 有 總結什麼 красi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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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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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經 袁鏗來精的四個字 华慈屬於經 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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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千元黃溫宇宙,這就是碳傳裡面的溫宇宙。 碳傳以外還有什麼傳? 這是英文一樣。 有什麼處? 假釋經文呢? 假釋經文,有很多篇,合起來稱為逆傳。 分開的是一傳之中有好幾種。 看傳是其中一種。 喊一種,方式是喊一種。 說了幾句話,已經有幾句學習得多了, 所以就代表了。 假釋說喊不需更懂,我再進一步的解釋。 那個解釋是什麼呢? 如果不明白,原生離證。 如果親傳之外,有什麼是看什麼呢? 這個解釋,這個解釋,這個解釋, 還有一個是誰? 這個解釋,這個解釋,這個解釋, 這個解釋,這個解釋,這個解釋, 這個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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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這個解釋,這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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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這個解釋。 如果不明白,再取像,過去三行,像轉算明,沒有一東西象徵 所以講一件像素,已經有辦法,神保是甚麼呢?神保就是像經,不好啊,這個不好就是像,所以像轉,像轉人,大像,小像,大像,經像 甚麼叫大像,甚麼叫小像呢? 天行劍是大像 天行劍是一隻長不矢,那就輸入大像,為甚麼叫大像? 是大像 小像是用相經的方法神明甚麼?大像是用相經的方法神明甚麼? 大像,為甚麼叫大像呢?大像是用相經的方法神明甚麼東西? 小像,為甚麼叫小像是用相經的方法神明甚麼東西神明甚麼東西神明甚麼東西神明叫大像 大像 用象徵的方法總說一句話 哪要知是願徹的結果 所以出象的是願徹的東西 你在不懂的時候那時候你去用像 所以一學到相 看一定有魏忍 遍發白的 blood ר goggles 去力 König 能 dile你可以因永思作力 可以舉人事或其他東西作例 用象徵的方法說明 用象徵的方法來使命判斷 判斷就是判斷 判斷是用牛組成的 判斷是用鹵組成的 判斷是用鹵刷 判斷是用鹵組成 由鹵組成 判斷是用鹵組成 現在它們有鹵組成 那它們有鹵組成 有鹵組成 這個師教 六個橫畫組成 最底的是初九 最頂的一個 那人說叫上九 最低的那個不可以叫九一 那人叫初九 那些咬詞 那些咬詞也是一件 會咬有咬詞 叫做驚 咬詞只有咬詞 咬詞只有象詞 用象徵方法 學名的咬 咬詞的咬詞 這個叫小象 小象就是 小象就是 大象就是 風雪一掛 小象 用象徵的方法說明 每一咬的意義是小象 這個意見的構造 這些都是屬於一鑽 碳鑽 大鑫 小鑫 隨著兩個 還有什麼呢 這都是鑽 眼淚精 但這個掛詞能神經 初九強無用 這個藥詞 也神經 初九潛龍問用 都是屬於經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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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站不是批在領警協 而是批出來兩框框大溫 此次站有氛圍上下 還有系辭轉 上 系辭轉 下 除了系辭轉 上下還有什麼呢 除了系辭 上下 系辭 上下 系辭 上下 系辭 醉瓜 雜瓜 合起來明知藥 十億 譚 譚 譚 好像鯿的譚 十億 合起來 叫譚轉 以上 劉先生簡單介紹《逆經逆轉》的分別 簡單講解釋《經》的就有十篇文章 稱為孔門十逆 逆是鳥的次旁的意思 輔助我們了解逆經 稱為轉 周廉溪指出了解《逆經》要由中庸的成去了解 中庸的成是聖人之大本 劉先生講中庸的時候只是講了主子大要 我們是會繼續這樣去討論成的 例如至成之道可以前之 善必先之之 不善必先之之 中庸這個講法似乎與《逆經》有所連繫 是很值得我們繼續去探討的 以成去合適前緣 為何可以稱為 默契道廟 劉先生會有更精彩的講論 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 請下星期五出來 請下星期五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